在政治的攻防上面不惜把公投 希望倒向藍綠對立 因為其實像萊豬像藻礁這種重大的公共政策 是超越藍綠的 所以民進黨也很清楚的知道 他們有很多屬性是綠的支持者 去投了以後 這兩岸大概通過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的高 那現在呢 就要讓蘇貞昌留到8月28號 因為他如果現在就為太魯閣事件負責走人的話 那8月28號公投過了以後 新上任的隔魁難道要再走一次嗎 民進黨現在也是進退為股 所以全部通通都是在算計 要提對案 也是因為民進黨的立委 無法動員說服他們的群眾 不提對案 也是因為實在是所有的案子 都被民進黨不利 他們只想低調處理 但說穿了 就是一個權力的計算 就是一個政權的攻防 那這些所有的議題 包括我們的台鐵交通安全 全部都是跟藍綠意識形態無關的嘛 所以台灣付出了這麼多慘痛的代價 台灣犧牲了這麼多的人命 然後我們要犧牲超過7000年的環境藻礁 我們要犧牲我們下一代所有的食品安全 為的是什麼 民進黨沒有人要負責 沒有人能夠說明 繼續犯計 這就是民進黨的真面目跟本質 公投根本就是一次大選 也可以說是格魁同意權的這個直接民權 直接訴諸民眾 針對格魁滿意度的一個表態 如果大家想像一下 如果公投過好幾個案子都過 那不用有人負責嗎 這表示什麼 這表示民眾不認同蔡政府這幾年 來推動的重大政策 而且對他的直接打臉否定 誰要負責 蔡總統不可能下台 他是民選的總統 我們尊重民選 他有他的民意基礎 該下台的一定是政務官 包括上至行政院院長 下至各部會 應該是要總辭的 現在太魯閣號的意外事件的時候 加深了這個壓力 那我們其實也看到了 就是民進黨內部 對於蘇貞昌院長這個 隔壁的位置 或者是對於萊豬的政策的爭議 甚至於對於太魯閣號意外事件 當中的究責的問題 大家其實某一個程度 也把矛頭指向到蘇貞昌的身上 所以我們也看到了 民進黨內部派系當中的角力 是非常非常嚴峻的